七夕之后,三年一届的大考终于到来,这本是太平时期能封侯败相的唯一途径,那些苦读寒窗数年以至数十年的人自然是盼望已久,眼瞅着日子将近,巴巴地赶到京城。 连胜也是这众多声援中的一员,不过他是本地人,自是免了奔波劳顿,其实连胜的家境曾经还是不错的,他父亲也是科举出身,凭着自己的努力从七品之线做起,一直做到了户部的长官。 只可惜好景不长,管理国家钱量的官不是那么好当的,连胜他跌不久就因被人弹劾而贬官,很快就忧郁而死,于是连胜的家道也就中落了。 为了重振自己的家族,也为了完成父亲心愿,连胜也选择了走科举这条路。 可没想到的是,还没进考场,自己就丢了银子,多亏了程家小姐的慷慨解囊。 等等,那女孩姓程,名叫姐儿,这名字怎么有些熟悉? 他又一想,这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难道是自己多心了? 本想再问一问,但自古道男女授受不亲,作为一个读书人,连胜还真开不了这个口。 带着重重心事的连胜回了家,转天便是秋围的日子,他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应战。 至于七夕之夜的那位小姐,还是等考完再说吧。 考试当天,连胜起来的大早,当他来到国子建时,那里已经人满为患了。 考场的大门还没开,赶考的生员们就三五成群地站到一起,讨论着。 连胜这人从来不喜欢和陌生人交谈,因此就站到了一个角落,希望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连胜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但不能保证别人就不会注意到他。 这时,正有个年纪和他差不多的公子向他走来。 请问,这位公子是来赶考的吗? 那人靠近连胜,自来熟地问道。 连胜只好点点头,虽然不想搭理他,但也不好得罪他。 见连胜没说话,那公子并没志趣地离开,在下田类,不知公子贵性高明。 连胜只好说了名字,又随口问道,公子也是来参加科举的。 那自称田类的公子笑道,我家是带三英,至于这科考吗?不参加也罢。 连胜吃了一惊,原来田姓本是齐国的国姓。 这人自称姓田,又说不用参加科考,那他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 想到这连胜好忙抱拳拱手,原来是小王爷,连胜失礼了。 田类笑道,什么王爷,不过是投胎十远的好,仗着是当今的侄子罢了。 连胜心想,自己这是怎么了?平白无故地就认识了一位货真价实的亲王。 原来按照本朝太祖皇帝立下的规矩,亲王之子如果没有军功的只能封郡,王孙子等而下之。 这也是为了防备这些后人们以仗祖上的军功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一种手段。 不过眼前的这位可是货真价实的小王爷,连胜想到这不知是该不该高兴。 见连胜迟疑,田类不高兴了,怎么了连公子,不相信我吗? 连胜盲称不敢,这时也到了入场的时间,连胜告了遍,随着众人进了贡院。 贡院大门随即关闭,天下的举子都在里面。 贡院的大门一关就是三天。 三天后,当贡院的大门再次打开的时候,天下举子虫新回到各自的住处,静等数日后的放榜。 到放榜那一天,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了。 连胜本是长安人,只不过不住在城里。 自父亲死后,就搬到了城外,将故居留作出租。 这一来是城里房价贵,将老宅出租他能多些收入, 二来是城外清静,有意公睹。 这天连胜正在家里待着,忽然从外面闯进一个人来,那人看着他,大叫道,你可是连家公子。 连胜倒很从容,小可正是连胜,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 不是我找你,是我们家老爷找你。 你们家老爷是谁? 找我干什么? 我哪知道我家老爷找你这穷酸干什么? 让你去你就去,哪那么多废话? 看那人一脸不耐烦,连胜便来了脾气,去回你们老爷,就说本少爷不侍候了。 说完便直接将那人轰到了门口。 他刚要关门,门口却出现了一张眼脉苍苍的脸。 那老人看了他半天才道,你是圣啊? 连胜与那老人四目对视了个半天才认出来,他有些激动。 成叔叔,真的是你吗? 是我呀。 可怜的孩子,这些年受苦了。 连胜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投入到老人怀里大哭起来。 原来这位老人正是姐儿的父亲成老爷。 此人大号叫做程思枝,本是个小买卖人,有一次不小心被人坑了,吃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司。 二人打到县衙,正巧当时的县官是连胜的父亲。 这下不但断明了冤案两个,还成了好友。 后来程思枝的声音越做越大,连胜的父亲也升了官,从此便失了联系。 没想到能在这重逢,怎不叫人喜出望外。 连胜老实地道,我这家甚是破烂,叫叔叔见笑了。 程思枝笑道,没有没有,少年人这样正好啊。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又门道,闲职你成家了吗? 连胜,实在惭愧,小职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哪有闲心成家呢? 程思枝,不然,大丈夫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成家也是很重要的。 他低头想了想,叔父家中有个女儿,年纪应该和你差不多,虽不是嫡出,但我爱她如掌上明珠,想来也不会辱眉了你吧。 连胜,叔叔说的哪里话,叔叔的掌珠小职,我是求之不得,何谈辱墨两字。 程思枝,那就这么说定了,下个月初三正好是我生日,到时候闲职一定要来。 连胜,自当要去为叔叔贺寿。 两个商量好了相会日期之后,程思枝就告辞走了,临走前将女儿绣的一个荷包留给了连胜。 连胜看那荷包上用五彩丝线绣了个小小的锦字,不由心里一动,心想,难道是他? 又一想,世上哪有这要巧的事?是自己想多了吧? 昔日龌龊不足夸,而今登科斯无涯。 春风得意马提及,一日看遍长安花。 这首登科后,乃是前朝一位诗人所写。 那人曾屡试不地,但并未气馁,再战考场,终于得中。 这首诗,就是他当年得中后的心情写照。 如今仍是在长安,仍是万千举子,这首诗便足以形容他们的心情,那可真是有哭有笑。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贡院放榜的这天,也正是程家老爷的寿淡,连胜寄应了程思枝,便想上午看完榜,下午再去程家也不迟, 毕竟终于不中他都要尽快知道。 贡院门前熙熙攘攘,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倒向一个大吉士。 连胜挤过人群,向张榜处靠近,榜纹下边早已是万头攒动,大概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连胜好容易找了个地方,却听身后有人笑道,哟,这不是连公子吗? 瞧这高兴的,怎么样,连中三元了? 连胜回头一瞧,说话得正是田磊,不由笑道,敬您急言,小生如果中了,定当请您吃酒。 田磊,吃酒不着急,你还是先探探中了没有? 此时,两人已来到榜纹下面,连胜抬头寻找自己的名字,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不由悔丧,心说田磊你这个乌鸦嘴。 田磊这家伙也没个眼力见,见连胜半天没说话便问道,怎么样,还没找到吗? 说着又看了他一眼,见他还是没答话,才感觉到不对,心想别再是没考中吧,但他不敢再说了,只是在暗中查看连胜的脸色。 连胜看了半天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知道自己这回恐怕是名落孙山了,不由得万分毁丧,低着头钻出人群,要往家走,不想袖子却被抓了个正正。 抓住他的那人,正是田磊,只听他笑道,只不过是一件小事,连胜何必气馁? 连胜沉着脸,田胜是宝汉子,不知恶汉子鸡,你是王,爷,到时候自有功,明,立,陆送上门,你哪里知道我们平民百姓的疾苦。 田磊善笑,连胜不必心急,带我与我爹爹说说你的事,我想凭连胜之才,不难某个一官半职。 连胜,这怎么好意思?田磊,咱们是朋友,连胜不必如此客气。 两个说笑几句,田磊忽然问道,连胜,今天是承思之承老先生的兽弹,你可要去吗? 连胜皱眉,我虽收到了承老先生的邀请,但我身无常物,这可怎么去呢? 田磊微微一笑,这有何难?连胜,不如写一副对联,我让人帮你表了,你送给承老先生不是正好。 连胜喜道,如此有劳了。田磊笑道,你我是兄弟,何谈有劳二字。 原来田磊也收到了承思之的请柬,但凭他的身份不用亲自去,只要派个人送上贺礼就可以了,但如今有了连胜,他倒想去寿宴看看有什么新奇的花样,毕竟当富贵闲人当酒了,也是寂寞。 两人说好,连胜便去了田磊家。来到书房,田磊拿出上好的宣纸,挥墨,胡笔与端艳,让连胜泊墨挥毫。 连胜虽也是官宦出身,怎奈家道中落,何尝见过这样的排场? 平生第一次用这些东西他还有些不习惯,不过用了之后,方知名下无虚。 连胜挥毫泼墨,不一会便写成一副寿连,是有之兰春遗孕,人如松百岁长青,横批,归零喝算。 田磊看了对连便笑道,连胜不仅才高八斗,而且这字也写得极好,小弟真是佩服。 连胜谦讯道,田胸过奖了,看天色已接近五十,田磊道,天已近五,连胸如不嫌弃,可在小弟这里用完午饭再去城府,不知连胸意下如何。 连胜心想,一挤住的地方离城府远,那就不如先在这里吃饭再去方便些,于是点头答应了。 田磊让人拿着连胜的对联去表,又让厨房准备了午饭,不多一会午饭齐备,田磊命人摆上来, 满满当当摆了一大桌子,连胜道,田兄太客气了。 田磊笑道,不过都是些现成的,连胸不必客气。 说着就真的杯酒递到连胜面前,连胸勤饮此杯,连胜连忙摆手,小弟不会饮酒。 田磊,男子汉大丈夫哪有不会喝酒的道理,难道是看不起小弟吗? 连胜,不敢不敢,说完只好举起酒杯一眼而尽,亮了亮杯底,田磊赞一声,好酒亮,又为他斟了一杯。 连胜本来不善饮酒,这样一杯一杯地喝,没多久就有些晕,他本不想喝了,但又觉得田磊盛情难缺,便陪着他喝了个尽兴。 酒喝了不少,连胜终于支持不住,他在桌上睡着了。 田磊看他这样子睡得不舒服,也不惊动旁人,便亲自抱他去客房。 他自幼习武,身体很棒,抱连胜这么个瘦弱的书生是没问题的。 于是抱起他,正要往客房走,呼听一声清响,一根误事从连胜的身上滚了下来,落在地上。 田磊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荷包,便捡了起来,发现这荷包绣工很精致, 最妙的是用五彩丝线绣了个锦字。 田磊知道,程思枝的小女儿方明便是茧儿,虽是竖出,但模样俊秀,又聪明伶俐,更兼女工真知无一样不巧,因此程老爷碍如掌上明珠。 他将连胜安排到客房,便将那荷包藏在了身上。 凤九和东华还是依着茧儿表妹和表妹夫的身份,住在程家。 程思枝的五十大寿终于过完了,但程家老爷却高兴不起来,同样不高兴的还有锦儿,因为作寿那天,他们等的那个人竟然没有来。 本来锦儿听爹爹说将他许配连胜,是很高兴的,又听说爹爹已经邀请他来参加寿宴,心里便如小鹿乱撞,激动得无以复加,只盼寿宴的日子快些到来。 终于盼到了寿宴的正日子,当日锦儿便被告知等连公子来了,可以躲在屏风后面偷看。 于是,他早早地梳洗打扮好,穿了件最好看的衣服等在自己的房里,但等着丫鬟传来消息。 可是从早晨等到中午,又从中午等到晚上,一直到寿宴将开,连胜还是没有来。 这一下,不但是锦儿,就连程思枝也不淡定了,连胜这小子在干什么? 怎么还不来?命人前去打探,打探的人回报说,这连胜居无定所,住的房子却是租来的。 程思枝这一下大发雷霆,原来这家伙如此不靠谱,亏得老夫这么看重他,还把自己最心爱的女儿许佩他。 这小子也太不识抬举了。 程思枝于是当机立断,这婚约就此取消,要为爱女令则良配。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锦儿就像失了魂,急急忙忙来找他的表妹帮忙。 其实,凤九正在屋中跟东华逆呼,听得敲门声吓了一跳,连忙找衣裳穿好,东华倒是不着急,一个闪身便饮得无影无踪,就像他从来没来过这里一样。 九妹妹,你说这个连胜怎么这么不靠谱,我爹爹的生日这么大了是他竟敢不来,我爹都生气了,说要取消我和他的婚约。 听着锦儿的哭诉,凤九不禁要付匪私命,这写得什么命不? 真是三流的话本子都不如。 但是他也知道,神仙不能随便影响凡人的气韵,否则天象将有大变。 别无他法,他只能安慰劫儿,希望他不出什么意外才好。 好容易把劫儿打发走,艰难人还不现身,凤九便笑道,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你了。 眼前白光一闪,东华帝君现身出来,一脸都不相信,小狐狸,法力高了,都能看着我的隐身了。 不错不错,怎么修炼的? 凤九轻轻捶了下他的后背,不正经,人家都丑死了,你还取笑人家。 东华笑道,有什么好仇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凤九,你这话什么意思? 东华神秘一笑,天机不可泄露,你就等着瞧好戏吧。 因为连胜的缺席,程思枝很不高兴,于是毁掉婚约,将锦儿另嫁。 但嫁给谁呢? 程思枝想填脸应该是个不错的人选,虽然出身富贵,但身上没有一点的公子哥气,而且为人也诚恳, 比连胜那个羞花枕头强多了。 自古到男主外女主内,女儿的终身大事是要和他母亲商量的,虽然那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 程思枝想到这就去后宅找夫人催事。 将定亲的是一说,谁知催事却把脸一沉,老爷这是做得可欠考虑,于儿还没嫁呢? 锦儿这什么急程思枝,你真是妇人之见。 男婚女家要看缘分,你以为是买东西,还论大小哥? 催事不依,我不管,反正云儿还没嫁出去,锦儿也不准嫁人。 程思枝知道他夫人的性子,准备慢慢开导他,因此这事就拖了下来。 谁知这一拖就拖出了事情。 原来成井儿的老爸程思枝,那可是这长安城里有名的大商人, 他名下的铺子可不止开在长安这一座城里,那是遍及,齐国各大都市。 当然,除了总店之外都是他的亲戚在经营,崔娇就是这其中之一。 要论起崔娇和程老爷的关系,那可真不算远, 程老爷的原配,也就是鱼儿的娘亲,正是崔娇的亲姐姐。 因此人称崔娇崔舅爷。 其实崔家也是做买卖的,开着很大的扑面, 但到了崔娇这一辈,已经渐渐落了下风, 无奈之下,崔娇才将自己的姐姐嫁给了程思枝, 希望用她的名义来带动自家的生意。 无奈这位舅爷本就是个不学无术的, 生意上稍微有了些起色,就开始折腾, 于是家底越折腾越饱。 崔夫人无奈,天天在自家夫君眼前哭诉, 弄得程思枝很厌烦,于是便给了这位舅爷一笔钱, 让他自己去发展,可是有一样,只能去外地。 崔娇拿着这笔钱,虽然不明白, 姐夫为何不让自己在长安待, 但好歹有了一笔启动资金, 那就找个好地方,好好做买卖吧。 崔娇选定的地方是杭州, 古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可见杭州真的是个好地方。 崔娇到了杭州,先买了个好扑面, 又进了些上等的丝绸, 在他的张罗下,一家专卖上等丝绸的店铺, 算是开张了。 只是当初诚思枝有言在先, 赚了钱都归崔娇, 要是赔了算他的, 因此崔舅爷做起事来, 更加大手大脚,毫无顾忌。 崔氏见自己的弟弟终于走了正道, 也很高兴。 他是土生土长的长安人, 从来没去过别的地方, 这两天因为女儿的婚事和丈夫闹别扭, 正想出去散散心, 于是就准备去杭州看弟弟。 崔氏要去探亲程四肢, 当然不能拦着。 于是,崔氏很快就到了杭州, 姐弟俩久别重逢, 难免要寒暄一番, 可是崔娇见姐姐总是面臣似水的, 不禁有些奇怪, 就问她是否有心事。 崔氏也不隐瞒, 将自己的心事和弟弟说了, 崔娇笑道, 姐姐, 这又何难? 带小弟略施小技, 定能让我那嫡亲的外甥女, 嫁个好人家。 城府后宅里, 凤九依然陪着脚, 听说爹爹因为生日那天连胜的缺席而悔婚, 要将自己另嫁旁人, 锦儿很郁闷。 本来听说爹爹已将自己许配给连胜, 他很高兴, 他觉得娘虽然去世了, 但爹还是疼他的。 自从他看到连胜那天, 就觉得十分眼熟, 好像他们曾经在哪里见过。 他想, 这应该就是自己的所谓前缘了, 可是现在看来, 自己竟是所托非人。 堪锦儿难过, 凤九心里也不好受, 他知道这叫好事多磨, 但东华告诉他天机不可泄露, 因此他不能多说, 只能安慰他看看些, 好日子总会来的。 不管凤九说什么, 锦儿只是听着, 他知道表妹在安慰他, 他也明白那是为他好。 但妹夫那么疼表妹, 他二人正是情龙之时, 他又怎么能体会到自己的心情呢? 因为和爹爹吵架, 大娘心情不好, 借口散心去杭州了。 锦儿知道, 大娘的弟弟就在杭州, 也是个成功的商人, 但他是鱼儿的舅舅, 和自己半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大娘不在家, 他又可以无忧无虑了。 谁知崔氏这次去杭州, 去得快回来的野麻利, 走的时候高高兴兴, 回来的时候却沮丧着脸。 毕竟是夫妻, 程思枝还是很关心崔氏的, 见他不高兴, 便问起原因, 谁知疑问却吓了一跳, 原来他那宝贝小舅子竟惹了人命官司。 毕竟夫妻这么多年, 不能看着他掉眼泪不管, 程思枝决定亲自去一趟杭州, 打点小舅子的官司。 他算了算日程, 死去杭州, 往返路程, 加上打点官司的所用的时间, 应该赶不及锦儿的婚礼了, 便嘱咐崔氏, 到日子将锦儿的婚事办了。 崔氏也不多说, 只说你放心吧, 这事就交给我了。 程家的主侍之人, 程思枝, 走了, 程府的正房里, 只留下他的原配夫人崔氏。 八月初六, 秋高气爽, 云淡风轻, 黄, 立上写着, 这一天一嫁娶, 长印, 今天是程老爷嫁你的好日子。 但程老爷因故不在, 主侍的是他的原配夫人崔氏。 锦儿起了个大早, 但从保时等到将近午时, 还不见任何动静, 锦儿慌了, 忙拆丫鬟去打听, 丫鬟回报说, 今天是大婚的日子不错, 但出嫁的却是府里的大小姐, 并不是他二小姐。 锦儿这一下如坠冰枯, 只觉得手脚冰凉。 一旁的凤九还算镇定, 问那丫鬟, 你家大小姐嫁去了哪里? 丫鬟, 回表小姐的话, 我听说, 夫人是把大小姐嫁给了小王爷凤九赶紧追问, 是哪位小王爷? 丫鬟, 就是老爷大寿那天到府里来的田雷小王, 爷。 凤九常常出了一口气, 原来是他, 又掐指算了算, 心想, 这倒是个良缘。 见他独自出神, 锦儿不一道, 九妹妹, 爹爹不在, 大娘欺负我。 凤九身, 指点了下他的额头, 你不嫁你的莲公子了。 锦儿, 我那个人也太不靠谱了些。 凤九, 我的好姐姐, 事出有因, 你懂不懂。 锦儿, 妹妹这话什么意思? 凤九微微一笑, 天机不可泄露。 宫城位于长安城的正中, 一条岸河从宫墙上不起眼的角落里蜿蜒而出, 顺着城墙往南流出, 在南门外形成一条小河沟。 因是从宫中流出来的, 就有了个香艳的名字, 胭脂河, 传说这河沟里的水是后宫娘娘们的洗脸水。 胭脂河两岸是著名的平民区, 名落孙山的连胜现在就住在这里。 那日在田府醉酒之后, 连胜直到第二天才醒过来。 醒来后, 就向田磊告辞, 迷迷糊糊地走到他住的地方, 才想起租的房子已经到期, 现在的他几乎身无分文, 便只好来胭脂河边租住。 等他租好了房子安顿下来, 才发现那个荷包不见了, 要寻找又无从下手。 那荷包本是程老爷所赠, 看做工应该是闺房之物, 关乎女儿家名声, 如果被人驶走, 多有不便, 连胜觉得更加没脸见人。 住在胭脂河边的多世贩夫走卒, 他们的生活和连胜格格不入, 他甚至有些排斥他们。 再加上明落孙山的苦恼, 和见不到几儿的失落, 他终于病倒了。 开始只是普通的低烧, 由于平民区里缺医少药, 渐渐地, 他的病越来越重, 脑门烫得像火炭, 整日里说着胡话, 竟然奄奄一息了。 这日连胜正在床上躺着, 忽然传来的敲门声, 同时, 他还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喊他, 连公子, 你觉得怎样啊? 我给你请了个走方的郎中, 你要不要看看? 连胜听出说话的是房东大娘, 知道她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就挣扎着道, 门没锁, 大娘您进来吧。 连胜听见脚步声, 知道是房东大娘和那郎中 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那郎中进屋后, 就往床前一站, 看着躺下床上, 奄奄一息的连胜。 连胜见那郎中生得渐眉腥目, 面白如玉, 一头漆黑的长发披在肩上, 身上穿的是一席紫衫, 宽袍大袖。 这身打扮非道非俗, 但穿在她身上, 却给人先锋道鼓之感。 那郎中对房东大娘摆摆手, 房东大娘会议, 便出去了。 现在屋里只剩下连胜, 和那郎中两人。 那郎中也不说话, 从怀中掏出一个盒子, 啪的声打开盒盖, 取出一个药丸, 塞进连胜嘴里。 连胜不支持盒物, 哪肯轻易就犯, 刚想吐出, 却听那郎中在她耳边低声道, 这是我家的祖传秘方, 你最好别吐出来。 连胜不服, 你是哪来的? 给人看病也不枕脉, 也不开方子, 上来就喂药。 你到底会不会看病? 那郎中笑道, 看你这种病还用枕脉? 我拿眼一打量, 就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 连胜, 那你说说我这是什么病? 说不对我就告你用一害人。 郎中, 这还不好说, 你得的就是有相思病。 这一下轮到连胜傻眼了, 他这病虽然起因复杂, 但丢了性物, 没脸见成小姐才是主因, 这不是相思病是什么。 连胜赶紧身试一礼, 小生刚才多有冒犯, 希望您不要见怪。 他说着拿出笔墨纸燕, 笑道, 先生请。 那郎中也不客气, 提笔挥毫, 一首小诗一挥而就。 连胜接过, 吹了吹墨记, 只见上面写道, 带月西乡下, 迎风户半开, 隔墙花引洞, 一世遇人来。